東部發展條例通過後 花蓮縣政府希望在瑞穗溫泉區 進行整體完善的規劃開發 營造當地成為具有國際水準 高品質的溫泉度假勝地 而紅葉部落也被納入計畫區內 不過為了保障居住的權益 居民便連署要求政府單位 將紅葉排除在計畫範圍外 因為穿越紅葉部落的主要道路 將由十米拓寬到二十米 接下來會引申出來的補償 牽引等問題讓居民相當擔心 渡市計畫一進來之後 他要從這個地方開了二十米的 使用力最高的道路 要二十米 現在就是完全就是住宅器裡面 密度最高的 那如果是一開了 我們現在的道路只有大概九米到十米 一拓寬之後 那這些住宅器你徵收怎麼徵收 當然不贊同啊 為什麼 我這個我後面又沒有路 那我房子怎麼辦 打掉怎麼辦 當然不願意嘛 這個我們很久的一個訴求 當初每次來給我們開說明會的時候 新政府也來 我們這邊部落是這麼的堅決反對 結果他們總是不接受我們部落的心聲 這個是什麼政府 現在他們做什麼事情不讓我們知會 他們偷偷地在進行這個都市計畫 這個案子 哪有 這個是太無法無天了 紅葉村目前有四百多戶 人口約一千四百多人 目前聯署反對人已達百分之八十二 大多數居民持反對立場 不過花蓮縣政府強調不會影響到原住民權益 依舊將紅葉部落納入規劃中 對於花蓮縣政府所擬定 瑞瑞溫泉特定區計畫案 目前已送到內政部的都委會 紅葉村民擔心未來所居住的環境 先受其害而未受其力 紅葉村的村民憂心 開發溫泉區會造成財團操作土地買賣 原住民反而無法從中受益 且紅葉村占溫泉區面積三分之一 但在溫泉區的名稱上 卻未受到相當的尊重 居民表示要發展地方觀光 帶動前朝 政府應先跟地方做好溝通 未來才有雙贏 記者改造花蓮瑞瑞採訪報導